闪门打开了 那今天这场重头戏呢 就是JPBA三岁马短图赛了 那澎湃动力在内蓝很快的 就已经抢了一个马威的这个领放优势了 然后我们看到林佳梦去逗她 林佳梦在外侧的这个位置去追这个澎湃动力 然后有四旋翼呢是在内蓝跟着旁边就是麦肯小子 大概一个多马威之后呢 就有这一批林佳闪电 然后呢是阿乐女士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中间上来的大革命呢 跟着有鲜罗利人鲜罗万代 然后有精打细算 另外呢就是这一批圣骑士 在内蓝的这个位置后面一点的是多宝多梦 目前稍微颠后的呢是这批灰马连射啊 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呢 已经是大概五个多马位了 在这支撑的时候呢 澎湃动力啊还是单独一匹马在前面领啊 这个林佳梦一直在他的旁边追啊 但是两匹马之间还是有实力的差距了 那看看呢有一匹冲上来的就是鲜罗利人 鲜罗利人这个时候第一个发起挑战的攻势 要追这匹呢就是澎湃动力 外面再上来的马匹呢有这个圣骑士 好了看到就是澎湃动力 澎湃动力赢得这场三岁马短途赛 然后有鲜罗利人 还有这个圣骑士 应该有机会跑一个第三匹 然后呢就有这匹林佳闪电啊 跟着才有这个鲜罗万代啊多宝多梦 然后有麦肯小子阿乐女士林佳梦 另外呢就是这个大革命 还有这匹精打细算跟联社 然后呢就是这个大革命